小学非常重要 我说不可能让她玩手机 大人还管不住自己 换一个孩子呢 我看到我女儿有手机了 我说我不是不让你给她买吗 这个手机不能给她 你要放起来 然后当时我都很生气 把我的手机再装一拍 然后我说难忘 今天晚上就三个选择 我女儿手机 要不说我的手机 或者她手机 必须得摔了 越说越激动 然后争吵 然后我扇子一巴掌 她的和我打 我揪出来一脚 子弹哭了 她说不会动了 我不可能 她真的不会动了 然后我一看 我打120 然后我从我楼上 把她背到救护车上 如果像她所讲 这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 所以这个暴力这个行为 我不是那种 没事到家 我都打她一顿 我们之间肯定是 因为有问题了 解决不了 然后她就是 说的话 说到你重点 然后是逼着你 所以就要选择动手 对 躺了不到一个月会下场了 然后我爸就把我接走了 就回我们家了 后来我就去起诉她离婚 提离婚的时候 我我觉得她不会提离婚的 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情 不到那一地步 发现给我打电话 我很诧异 我说我不同意 她非离不行 最后把我逼急了 那去离吧 把婚人离了 房子都给我 店给我 孩子一人一个 各自在我 各自承担 对于这次家暴 张女士忍无可忍 即便净身出户 也要离婚 迅速地办了离婚手续后 她便回了娘家 一边修养身体 一边学习做微商 做美睫 想要自力更生 而周先生这边 原本就是赌气 离得婚 自然心中对张女士 还有牵挂 无奈 不知如何挽回前妻 老丈人念在孩子的份上 给周先生搭了一个台阶 原本周先生想要顺势而下 可没想到 一条短信 竟让事态朝着 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